一星期一本书 再忙也不忘记充电 各位好 我是亚南 有人说 世界上的人 可以分为两种 一种是 手心向上的人 一种是 手心向下的人 手心向上 是伸出手掌 向人索取 就如同乞丐一样 乞讨 可求着别人的帮助 而手心向下的人 不仅仅只是一味地 去所求 他们懂得付出 更懂得伸手 抓住自己想要的 这个世界 没有不劳而获的幸福 想要的一切 要靠自己去获得 生活和爱情 都是一样 伸手去讨要 或让人失掉独立 又失掉尊严 所以 无论何时 请记得提醒自己 做一个 手心向下的人 你想要的 得自己 去证 去年 我曾经和朋友 到过一个山区 旅游 在那里呢 认识了一个 八岁左右的小女孩 女孩是当地居民的孩子 经常在外面玩耍 一来二去 聊了几次 渐渐熟悉了起来 有一次 兜里刚好 有几颗太妃糖 就掏出来 分给她 女孩笑了一下 接过我的糖 丢下一句 姐姐 你等我一下 就跑开了 没一会儿 她气喘吁吁地 跑了回来 把一朵小花 放到了我手上 她说 啊 姐姐 这朵小花送给你 谢谢你的糖 手掌里的花 是个黄色 颜色暖暖的 心瞬间暖化了 一颗糖 并不值多少钱 不过是举手送给她 但在这个小女孩心中 她是认真地 当成一份礼物对待 并懂得 予以回报 一朵野花 也并非多么民族珍贵 却也是女孩 最真挚的感恩之心 那个午后 一颗糖 一朵花 简简单单 足以感动心扉 在这个物欲横流的时代里 我们想要的 总是很多 每天想着 向别人 向生活所求 常常忘记了 除了得到 还有一个词 叫做 付出 在大学的时候 有这样一个同学 姑且叫她 小A 小A很喜欢 求人帮忙 做各种事情 每每到了饭点 就让别人帮忙打饭 沐浴露 洗发液等生活用品 自己不买 都是蹭别人的用 刚开始呢 大家都乐于帮忙 不过就是举手之劳的小事 但是久而久之 大家发现 小A 把他人的帮忙 都当成了理所当然 不再说谢谢 随口就是 哎 某某某啊 帮我 更过分的是 当其他人 找他帮忙 他就会 想方设法 推脱 后来 大家便渐渐远离他 不再与之来往 只想着 从别人身上 获取利益 而不愿意付出 是留不住人心的 手心向下 要并除 自私自利的心理 有所付出 只有真心付出 才能同样获得 真心以待 天底下 没有免费的午餐 亦没有 能不劳而获的幸福 学会对别人付出 更要学会 对自己付出 主动 争取想要的 这也是我的好友 阿欢 深有体会的一点 阿欢 刚步入职场的 头一年 有一个很迷茫的阶段 他工作 认真负责 老板吩咐的任务 每一项都尽心尽责完成 几乎没有怎么出过错 但是过了一段时间 同期和他一起入职的同事 已有了升职的迹象 他却日复一日 还在做着原来的基础工作 直到有一天 当他看到同事的工作 周报和计划 才知道犯的错误 不够主动 同事呢 会每天将做的工作 进行总结 做成周报 主动提交给老板 而他 只要本分完成工作就好了 同事会做工作计划 做好手头上的工作后 会想着 怎么样能优化 给公司带来更多的效益 甚至常常 东奔西跑 去开发新的客户 而他 仅仅是按部就班的工作 朝九晚五 打卡上下班 几乎很少主动 想着任务以外的事情 领导看到了同事的 积极性和思考 自然会给他 更多的机会 阿环虽然工作上 不出错 但是缺乏主动性 也就少了 进步的空间 这个时代 竞争激烈 如果只是站在原地 就会被往前奔跑的人 远远甩在身后 只有 手心向下 主动出击 机会 要靠自己争取 电视剧 《恋爱先生》里 顾瑶 丈夫出轨 婚姻 支离破碎 两人离婚的那一天 南方说的一番话 让我印象非常深刻 他说 反正这么些年 都是我来养你的 穿最好的衣服 住最好的房子 我在外面辛辛苦苦 挣钱的时候 你在干什么 风吹不到 雨淋不到的 你给过这个家什么 顾瑶 心中一颤 彻底失望到极点 他哭喊着 当初明明就是你 跪着求我 当全职太太的 原来在你心里 我一直是一个 饭来张口 一来伸手 好吃懒做 坐享其成的人 这段婚姻的散场 无法完全说 是谁对 谁错 但是有一点 可以确认的是 顾瑶在这段婚姻里 犯了一个最大的错误 放手 把所有的一切 都交付给男人 或许 他当初是真的承诺 要照顾他一辈子 可是浮华世界 谁又能保证人心 能够永久不变 依赖于对方来生活 这让两个人的关系 开始处于不平等的位置 久而久之 生活中的一些细节摩擦 一出现 当初那些浓情爱意 被抛之脑后 留下的 我在外面冲锋陷阵 你在家锦衣玉食的记忆 所以 有句话说 再苦再累 一定要找份工作 尤其是女人 当你伸手 向对方要钱 在这份感情里 你就已经 输了地位 钱是安全感 工作是底气 经济独立 才有选择的权利 靠别人 安全感随时都处于 不确定的状态中 最好的依靠 永远 是自己 眼泪 自己擦 跌倒了 就自己爬起来 手心向下 不依赖于别人 只靠自己 很喜欢一段话 在孤独的时候 给自己安慰 在寂寞的时候 给自己温暖 坎坷路途 给身边 一份温暖 风雨 人生 给自己 一个微笑 没有谁 能永远 陪着谁 终此一生 我们 才是自己 人生的主角 吉尼亚 沃尔夫说 人 一旦有了 独立人格 也就不再 浑浑噩噩 虚度年华了 换言之 一生 都会有一种 适度的充实感 和幸福感 手心向上的 依赖于别人 也许 轻松 但会终日 活在失去的 担惊受怕中 唯有独立 把想要的 掌握在手中 内心 方能踏实 也能赢得 别人的尊重 从今往后 做一个 手心向下的人 过独立 自主的生活 少一点矫情 多一点 努力 好了 今天的文章 就到这里 愿你做一个 踏踏实实付出 诚诚恳恳收获的人 祝大家 晚安 好梦 有些事我没说 但我有感觉 有些事我没说 但我知道结果 有些事我没说 但你有感觉 有些事我没说 有些事我没说 但你知道结果 有一天我会 擦伤是宝废 有一天我会 看到我的梦中有谁 有一天我会 飞过世界的北 有些事我没说 但我有感觉 但我有感觉 有些事我没说 但我知道结果 有些事我没说 但你有感觉 有些事我没说 有些事我没说 但你知道结果 有一天我会 踏上翅膀飞 有一天我会 张开双眼看 有一天我会 见到我的梦中有谁 有一天我会 飞过世界的北 当太阳升起 当太阳升起的那一天 你再看我一遍 你再看我一遍 你就会发现我 所有的感觉 有一天我会 插上翅膀飞 插上翅膀飞 有一天我会 太阳升起的那一遍 你在看我一遍 你就会发现我 所有的改变 优优独播剧场 你还会发现我 你不在乱 军音乐 屏幕 你需要